大家好,我是阿光 为什么饭店里面的醋溜土豆丝 这么好吃呢? 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土豆去掉外皮 最好是选用这种黄心土豆 因为这种土豆吃起来比较脆爽 全部削完之后开始切土豆丝 首先把土豆的侧面切两三刀切出一个平面 这样就不会打滑 土豆片我们不要切太薄 但是一定要均匀 大约切成一毫米厚的片就差不多了 全部切好整理一下 接着切成土豆丝 土豆丝也不要切太细 大约也是一毫米就差不多了 如果不会切的朋友也可用擦丝器来完成 我个人觉得还是用刀切的更好吃一些 切好放在一个盛满凉水的大碗里面备用 加入少许的白醋防止氧化变黑 浸泡10分钟泡出多余的淀粉 准备几根小葱 葱白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葱花 树培放小碗中备用 去皮的大蒜子用刀拍一下 然后再切成蒜末 全部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去皮的老浆用刀拍一下 然后再切成蒜末 切成姜末 全部切好放蒜子一起 准备一个青辣椒和半个红辣椒 去籽之后切成细丝 辣椒丝我们稍微切小一些 全部切好之后放在碗中 现在的土豆丝也浸泡得差不多了 淀粉也全部泡出来了 接着控水捞出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清水中 再次把多余的淀粉清洗干净 这一步非常关键 很多朋友都省略了这一步 炒出来的土豆丝黏糊糊的 全部清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 放在漏勺里面控干水分备用 准备一口锅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下入土豆丝 稍微翻动一下使其受热均匀 煮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约20秒就可以了 如果煮的时间太长 吃起来就不脆爽了 用漏勺捞出来备用 另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加入少许的花椒爆出香味 一定要用小火不然很容易烧糊 花椒可以增加土豆丝的麻辣味 为了菜品的美观 把炒好的花椒捞出 接着往锅里面下入切好的葱姜蒜 同样用小火煸炒10秒左右 炒出所有食材的香味 然后下入切好的土豆丝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大火翻炒 把土豆丝里面的水分炒干 这个过程大约要20秒左右 充分地把土豆丝里面的水分全部炒干 这个时候必须开大火翻炒 不然土豆丝很容易出水 炒成我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着加入一勺陈醋 少许的生抽 再次开大火翻炒 激发出陈醋和生抽的香味 充分地把土豆丝炒至入味 接着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调味 切好的青红胶丝也倒在里面 把青红胶丝炒至断生 下入切好的葱段炒出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稍微翻炒几下 一道美味下饭的醋溜土豆丝就完成了 把土豆丝盛在盘中美味集成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点赞收藏留言并转发一下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炒醋溜土豆丝最好是用陈醋 因为陈醋香味更加的浓郁 这样做的醋溜土豆丝酸爽开胃 比饭店的还好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